杨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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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吓我一跳 你看看 您才吓我一跳呢 你怎么神出鬼没的呀 我这不是叫你吗 你看 那您进来之前 能不能先敲门啊 我不怕敲门吓着你吗 您不敲门才吓着我了呢 赶紧回 你今天不是休息吗 跟妈上去街道听那个法律讲座课去 去街道听课 不是想要回虎子的抚养权吗 咱得做一些法律方面的准备呀 走吧 板凳都准备好了 还得自带板凳啊 什么条件 去的肯定都是老头老太太吧 你说我一年轻人去那儿多不合适 我都跟人说了我带我儿媳妇来 他们一听特别羡慕 说你还能把你儿媳妇带出来呢 走吧 你们这儿妈也特有面子 觉得咱家也和谐不是 可是妈 我 我电话响了 长话短说 我接个电话 长话短说 喂 电话没电了 她找我肯定有事 我回个电话啊 快快快快打吧 嗯 喂 鼻涕江啊 我容容 刚才电话没电了 毛容容 我再声明一次啊 你要是再叫我鼻涕江的话 我就跟你没完 你说什么呢 别闹啊 妈 我得打个电话 你要不 我明白了 我说你还犹豫什么呢 我问你 你想不想过想什么时候飞 就什么时候飞的日子 想不想拿年薪百万的酬金 想不想当都市的经理 你 这个世界呢 谁都理得了谁 这位幼儿园离了你毛容容照样转 但是你离了我江北方 得找多少色彩啊 来不来不来不 行了 行了 鼻涕江 你别诱惑我啊 诱惑什么什么 我诱惑你 说明你愿意被我诱惑啊 现在 亲爱的 机会就摆在嘴面前 你要是跟我说不 不会后悔的话 我无话可说 那我知道你不会说不的 最后我再说明一点啊 你要是再叫我鼻涕江 我就过来非理你 你是我梦中情人啊 我当然得帮你了 好吧 那你让我考虑考虑 我八卦一下啊 你别不高兴 你最近是不是被你那个极品婆婆 整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啊你 好 您刚才偷听我电话 谁偷听你电话了 我刚才听到挂分机的声了 你先给我拉起来 我就看那电话灯亮了 我想听那是不是找我的 怎么可能啊 你刚才明明看见我接电话来着 就算您不知道 你怎么可能听到刚才才挂电话呢 我不听我怎么知道 我儿媳妇背着我儿子 给别人打电话 还没来眼去打情骂俏的 我怎么打情骂俏了 容若你别忘了你自己 已经是瑜伽儿媳妇了 什么叫梦中情人梦中情人 多难听啊 您看您就是偷听来着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我告诉您 以后请您不要偷听别人打电话 这样非常不礼貌 他礼貌 他还要来非理你 那就是我一老同学 说话随意点这很正常呀 跟你随意的说得着我吗 我怎么就把你逼得 人不人鬼不鬼的了 您看 您还说没偷听我电话呢 您听得比我还全呢 不听能知道吗 不听是造谣 听的是事实 太过分了 谁的更愿意 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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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总 你叫我 我让你收拾一大 不是啊 不是你那是誰收拾的 不知道 今天誰來的最早 今天 我吧 小娟 去完李姐弄給我叫來 你看就這樣隨意這麼打一個結 味道都出來了吧 哇 滿有味道的 李建東 你怎麼叫你 一會兒再幫你弄啊 好快嗎 還行 李總 你找我啊 我這兒都是你收拾的嗎 答對了 這個 那個 這個 統統都是我收拾的 滿意吧 誰能動我東西的 誰給你這全力 我的資料 我現在找不著了 我的文件 現在翻得亂七八糟的 什麼意思啊 你想幹什麼 說話呀 好 傷害物騷 傷害物騷好嗎 聽我跟你說 你這屋裡實在是太亂了 我看不過去了 好 想找文件是吧 這裡都有啊 你看 進貨記錄 銷售記錄 出勤記錄 扣存記錄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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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寫的都什麼呀 寫的都什麼呀 我看不過明白 我告訴你 我這兒 原來是有那麼一丁點兒亂 但是你知道嗎 那呀 就是我雨果的風格 亂歸亂 但是我門清啊 我告訴你 我的文件在哪兒 我很清楚 材料放那兒 我很明白 我什麼都懂我盡在掌握 你知道什麼叫亂中有序嗎 懂不懂啊你 對不起 你幹嘛 打給你 李建東 你要幹什麼 李建東 恢復員嗎 亂中有序 OK 啊 對不起 這個是我帶來的 花瓶是我帶來的 花瓶是我帶來的 還你 這個 可是我拿來的 送給你了 站住 站住 我還有一風格 只要是進入這屋的東西 那都是我的 拜拜 幹嗎去 對不起 我不是你的 好嗎 好嗎 李建東 我看你還進不進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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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站進去 我看你還進行 来 那么招一招怎么了 我可是扔下一大堆工作来接你的 江北方 怎么不叫我鼻涕江了 有些事呢我必须得跟你说清楚 要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说吧 你说谁是你的目中情人啊 回答我呀 没事吧你 把我叫过来就问我这个 还一本正经的 这事对我非常重要 我必须得问清楚问明白了 你就告诉我 谁是你的目中情人吧 没事吧你 毛蓉蓉 咱俩谁跟谁啊 那么多年老同学了 都快成亲戚了 一句玩笑话你至于吗 这是你说的啊 只是玩笑而已啊 对啊 听明白了吧 听清楚了吧 妈 都听到了吧 蓉蓉蓉蓉 蓉蓉 这么巧在这碰上了 行了别再装了 都跟了一路了 有什么巧不巧的 您都听到她刚才说的话了吧 她说这是玩笑话而已 这是我同学中学同学 你说我们俩熟的都都快成亲戚了 能怎么样呢 接下您放心了吧 介绍一下 江北方我婆婆 好 阿姨 你好 江同学 你好 你好 我真巧在这碰上你 我这同学呢 现在呢 开了公司当了老板了 想请我 给他们去帮忙 就这事 对 又那可不行 我们家蓉蓉 我儿媳妇 还是当幼儿园老师好 教书育人 培养下一代多神圣的职业呀 公司不行 公司大部分都不靠谱 说不好听话 大部分都是骗子 妈您说什么呢 我不是 你是不是骗子咱且不说 但是虽然你们是同学之间的关系 男女之间还是应该有个距离 别开口一个梦中情人 闭口一个梦中情人 让人听得多不好啊 你看这一机面 啪 还抱一块儿了 这样大庭广众之下 这不好 亲爱的 说你了 注意分寸啊 注意分寸 买单 你干嘛去啊 上愉快人告我的状是不是 是 我就是去告状 我现在就找愉快 我让他评评理 你今儿不断偷听我电话 你还跟踪我 妈这不是为你好吗 姨妈多年的社会经验 洞察力和判断力断定 这个人不是个好人 有她这样吗 明明知道你已经结婚了 还给你打电话说 什么老情人呀 要非礼你呀 这亲爱的 有这样的吗 这显然就是一个流氓啊 你说什么呢 什么流氓啊 那是我朋友 我就知道您会多想 所以我让您在旁边 听得明白明白的 合着您还没明白呢 你帮理点 怕你掉下去吗 怕你上当受骗吗 怕你吃亏 我吃什么鬼了 人家给我介绍高薪工作 人家那是在帮我 人家是在感恩 有那么好的事 从天神掉一大馅饼 砸你头上了 我再跟你说一遍 那是我朋友 同学发小 没您这么干的 那个流氓又买电话了吧 那个流氓又买电话了吧 老公啊 要开会 行 那你别太累啊 好 咱回家再见 爱你呀 喂 儿子 什么事啊 什么事 你看 不就不回来吃个饭吗 这事也跟妈说一声 行 妈知道了 妈照顾好自己 容容也能照顾好自己 你说什么 你都多大了 你真是的 爱妈老挂在嘴边上 行 那妈也爱你啊 好儿子 好 行了 别说了 回家快说吧 儿子就是儿子 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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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为你好 停 没忘了做我办公室的规矩吧 讨厌 还听这事干什么呀 还没吃饭呢吧 干吗 那 什么意思 打开看看 打开看看 自己做的 李建东 真行啊 我怎么觉得 你在我这儿有点儿屈才呢 你看看 你饭做得这么好 又有出国留学的背景 人嘛 也长得白白嫩嫩的 再加上年富力强 洗衣服做饭刷锅洗碗 样样全能 你说你要是改行做终点工 是不是也挣得挺多的 我跟你说 很快 你就弄到上头盘 余总 我再叫你上余总 我是不是又是好心 当成绿点飞了 别别别别别别别 来 我是好心好意啊 看你顾不得吃饭 我给你做的吃的送过来 什么态度啊 什么意思啊 什么就是头牌啊 头牌是干什么的呀 你看那边谈局质 不带这么几个人 我告诉你 我李建东再也不会到这屋里来 来 对不起 既然你不喜欢 拿回去 给我的狗狗 学我 想死 学我 学我 想死 难忘了 我 都抓住 在纸上 哪里 来 回来 毛蓉蓉 我知道你在里边呢啊 你是不是把锁给换了 是啊 我是换锁了 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啊 我就想有自己的空间 你是不是把锁给换了 您现在都开始偷听我电话了 我换个锁又怎么样呢 你要什么空间 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你要瞒着我 这房子我住了一辈子 也没换过锁 你干吗你这一来就换了锁呀 有本事你把大门锁给我换上 把我关门外边去 干什么你要 妈 我都跟您说过了 就连小朋友进屋之前 都会先敲门 可您呢 我一睁眼您就站我跟前 您这想干吗呀 我问你想干什么 你要瞒我什么 你有什么要瞒的 我就知道他会跟着我 所以干脆我演戏就演全套 我把鼻涕箱约出来 我当面质问他 我说 到底谁是你的梦中情人 你这次把话给我说明白了 那那那江北方怎么说啊 他就说 蓉蓉你干吗呀 你说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我跟你开玩笑的 你至于吗 听完我马上就跟我婆婆说 怎么样 听明白了吧 听见了吧 该踏实了吧 猫蓉蓉 你可真行 我接个电话 喂 你干什么呢 这么长时间才接电话呀 哪有这么长时间呀 你什么事吧 你听我说啊 这个余果简直是太过分了 真的 你根本不知道 他那个房间乱成什么样子 简直就是个垃圾堆 我给他好心收拾房间 他一点都不知情 我给他收拾办公室吧 你猜他怎么说 哎呦收拾好了 我根本找不到东西 你听听这是人说的话吗 剑东 你先别生气 余果是什么样的性格的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 他怎么说话 他是无心的 其实他 他心里 不是这么想的 他心里肯定挺感激你的 只是他的这个表达方式 有点让人不舒服 行 蓉蓉 只要你能过得好 你不受他欺负 我做的一切我都是为了你 真的 为了你 我李建东什么都愿意做 别呀 你千万可别这么说 你这么说我压力该大了 什么叫你为了我做什么都行啊 我 你千万别因为我受委屈 这样我 我罪过可大了 说什么呢 没事 我就是跟你说一说 我心里就痛快了 好了 不打扰你了 只要你过得好 我什么都愿意 拜拜 行 你也别想多啊 我挂了 这李建东对你可是一片痴心啊 老图啊 你行啊 有两架子啊 他还以为我儿子就给他一日打电话呢 那电话刚一挂 我电话就进来了 我一叫儿子 他一听闪了 愉快真棒 是 按说这儿子心里有媳妇这是正常的 那有老妈也是永远的对不对 我觉得你这儿媳妇真不错 就婚礼那天吧 多顾全大吉啊 那天是 你说他是不是现在心情不好啊 其实这个心情不好 谁都有不好的时候 关键是 他不能这么涮我呀 他知道我跟着他 就我这脾气 你就直接说妈你别跟着我 我也不会说什么对吧 他故意当着人最后揭穿我 能挪特别下不来一台 这 这还没完呢 等一回到家 把家里锁给换了 那倒不是换的这个 他换屋里 换屋里他也不行 那不是防贼呢吗 一家人哪有说把锁给换了的 换锁这事就是你不对 是啊 我知道这事我做得不妥 可我也是被逼的 我婆婆啪的一下 就把门推开了 这人就进来了 要是总这样 那我一点隐私都没有了 那你也不能把锁上去 给换了呀 这事再怎么着 你也应该跟于快商量商量吧 让于快去做你婆婆工作呀 你这倒好 反正我一直是站在你这边的 但是这回 这媳妇跟婆婆计较 你再怎么说都理亏 那可是我 我把锁都已经换了 我该怎么办呀 赔礼道歉呗 我告诉你 不管你婆婆怎么着 你这个做小辈的 就应该先道歉 你说现在这孩子吧 最在乎什么呀 就是隐私 对 可是你倒好 又听着电话又跟踪他 这要是传到咱们单位去 人家不得怎么笑话你呢 怎么真的传单位去 你们仨也不说传单位去了 我告诉你们 不许说说我给你们急 行行行行 不说不说 咱呀不跟小辈一般见识 咱那叫大气 那是 这叫让步 怎么说 退一步 海阔天空 对 海阔天空 阿姨 我先走了 走了 你们好好玩 来玩了 阿姨再见 你来玩了阿姨 再见 多骗子的姑娘 是容额的好朋友 真漂亮 阿姨 你们还想喝点什么 或者要加水的话就叫我 不用了不用了 容颂 坐这儿看我们大牌吧 不会 学呀 一学就会 就是 来坐你妈跟点这儿 行 来 干谁呢 干我 干她 干她 容颂 你妈这个人啊 有的时候抽筋 等你她 其实 我们做晚辈的 有的时候也挺不懂事的 妈 您有些事别跟我计较啊 我知错就改 你看你这么一说 那这样我也当了几个阿姨的面呢 也也给你倒过不是 妈有做的欠妥的地方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该道歉的人是我 阿姨 阿姨 你们饿不饿呀 饿啊 我真好饿啊 给你们做点夜宵吧 那也太好了 那就一人一碗饺子行吗 太好了 太好了 行 等着很快啊 谢谢你啊 看到几个我儿媳妇累着呢 想得多周到呀 拿着你不当外人 你不当外人 你不当外人 不当外人 不当外人 我 我 我知道我错了 所以我尽快跟妈道歉了 妈也挺大逗的 她不跟我计较 她说她原谅我了 我跟你说啊 在这个问题上 你就是不对 换锁 咱妈会怎么想啊 换锁换钥匙 那不就是防着她吗 是不是 你说一家人在家里还锁门 咱家没这个风格啊 你要说防着点外人呢 也正常 还防着自己家里人呢 整天在家里 你防着我我防着你 那日子还怎么过呀 是不是 那日子还能过得快乐吗 什么是家呀 家字怎么写呀 家字就是 上面一个宝盖 底下一个猪字 那就得乱乱哄哄 跟个猪圈似的 那才热闹呢 那整天磕磕碰碰 嘻嘻哈哈的 才有意思呢 是不是 那家就得这样 还有啊 你那个什么老同学 江北方 你别听人瞎说 你就在你的幼儿园 当你的老师挺好 年薪百万 真要那么容易 那满大街 都是千万亿万富翁了 你听老公的 你就踏踏实实 在幼儿园当你的老师 好好带孩子 行行行 我知道了 你的你的 都听你的啊 现在就听老公的 你这个 feels going to take the whole size 露静点 嗯 这才像话 查合 冯荣啊 你这干吗呢 我想把这锁给换回去 你说这傻孩子 你都换来换去 把那哭了的眼都弄大了 你赶紧 你把那钥匙给我一套不就完了吗 也行啊 快吃快吃吧 妈 这钥匙给您 好 来 快吃吧 一会儿凉了 这又多把钥匙 这又沉了点 妈 你别听别人瞎说 什么叫钥匙多就是穷人家呀 这叫家大业大 这话我还听 将来你给妈再添一个大胖孙子 咱家就更大了 没事 我来 我来 容容 你们年轻人电话多 你要是觉着不方便 在你们屋再装个电话吧 不用嘛 你用不着这么麻烦吗 一个家装那么多电话干吗呀 再说了 如果我真有什么私事 不想让您知道 我让别人打我手机不就完了吗 是 不 容容 嗯 你还真有什么私事瞒着妈呀 我就这么一说 我打个比方 是 不过你要是真有啥私事 你真跟妈说一声 妈帮你出出主意 你 行 鸡蛋 然后牛肉 先不用鸡蛋 牛肉 土豆 胡萝卜 洋葱 一顿 哎呀 快点儿行不行啊 反正鸡蛋也完了 再来个凳炒饭 然后配点小咸菜 然后 然后 哎呀 又玩非玩呢 喂 妈 在牙疼呢 哎 行了 行了 我带你去医院 等我 哎呀 上个厕所都上头了 妈 妈 片子大地看完了说没事儿 等严正一小楼 咔给你拔就行了 啊 没事儿啊 没事儿 没事儿坚持 走走回家吧 哎呀 疼的 疼的 好 哎呀 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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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你咔你ают 去去去去 有小事儿 哎 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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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啊?草 fertil 妈 妈 我在这儿呢 不是你 妈 出大事儿了 哎呀、可了不得了 这儿出大事儿吗 余医生 毕然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不能来吗 那个小图 你别忙了 你先出去一会儿吧 我来个朋友我们说点事 好的 余医生 坐 什么事 你说 人家都说这婚姻像牙齿 爱情像指甲 这牙齿只要掉了就再也长不回来 就算长出来也是你们重的 而且也不像米花片 可是指甲呢 剪了长 长了起 剪了长 华庭璐 华庭璐 你要光是跟我谈这个 那我就安排其他患者了 愉快 你什么意思 告诉你啊 你要是这个态度 以后你就别想再见虎子 你看看 你看看 你又来了 你别动不动去拿虎子 要挟我们好不好 既然提到虎子了 我正想跟你商量一下 虎子的事呢 什么事 你说吧 虎子抚养权的事 你能不能把虎子的抚养权 变更给我 不能 你听我好好跟你说啊 你呢迟早是要嫁人的是吧 你再嫁的人 虎子跟着你那肯定 可你已经先娶了 什么呀 我真没想到 愉快 那时候我给你提离婚的时候 你就是不离 你说你爱我 你珍重这段感情 你爱虎子 我们是一个圆满的家庭 你不想离婚 可是离了以后呢 我还没怎么着呢 你先娶了 愉快 你也谈快了点了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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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点 哎呀 华庭路 我这很严肃 很认真的 跟你谈虎子抚养权的事呢 那好吧 既然这样 我也有个想法 行 你跟我说说你怎么想的 我是想把虎子的抚养权 还有我的抚养权一会儿给你 没法跟你聊了啊 没法跟你聊了 那你要这样的话 我不跟你谈了 我让容容跟你谈 少跟我谈你 那什么容容不容容啊 好 就 就提你 行吧 不提容容就提你 你别说你不会再嫁 那怎么可能啊 你迟早会再嫁 余快 我真的不会再嫁 我就是嫁也嫁你 真的 咱们去之前 是不是应该给你一个打电话 不用打电话 到了你就听我的 全给他摆平 你把这套显然就是砸场去了 今天咱必须把他镇住 那不 你就听我的嘛 激情多不好啊 没什么不好的 我们这草莓 今天终于干一件正事 哎呀 你就快点 这样吧 余快 你马上跟他离婚 咱俩复婚 华庭路 你来错医院了 没错呀 你应该去安定医院 余快 余快 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心愿 你对我 就一点留恋都没有 华庭路 你都过去的事了 你老提他干吗 过去就让他过去了 不提了 可是我过不去你知道吗 于快 我这脑子里想的都是你 我现在可后悔了 我后悔我那个时候 为什么要跟你离婚 为什么那么任性 为什么那么钻脚脚尖 真的 我现在可后悔了 我觉得你才是世界上 最好的男人 最好的爸爸 于快 我们还像原来那样 华庭路 华庭路 咱冷静一点 理智一点 行不行 都成年人了 还动不动就来这个 你现在有你的生活 我现在有我的生活 咱互相尊重一点 行不行 您好 您好 请问于快 于医生在吗 稍等吧 你穿上去 你怎么来了 小徒 于医生呢 于医生里面有病人的 男的女的 有病人 叫华电路 走走走 赶紧 跟我来 你再这样下去就伤感情了 就没意思了 于快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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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原先一样 又来了 又急了 于宽 于宽 华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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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跟你说啊 这样不好啊 你把手松开 不开 你别这么 你 你把手松开 这是我单位 咱注意点影响行不行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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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手松开 要是这样的话 有手松开 来 老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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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误会 别误会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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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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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欠开啊 你收招了吗 你你你你不信 你不信 别误会 我就问你要干什么 我没想起来 我给你听了 妈 妈 妈 我怎么上这儿了 您撞了 怎么撞的 您自己撞的 我有病的 我自己撞的 是不是你推我了 我没推您 我老是交代是不是 我告诉你 我可马上打120报警 吼的奶奶 咱们就是做120来到这儿 那就是110 你交代 我交代什么呀 我告诉你 我要是得了脑震荡 我后半辈子就跟你过了 胡子奶奶 您不得脑震荡 您想跟我过也可以 美的你 下手够狠的你 华庭路 你这往死里推我是不是 你不仅推我 让我装成这样 你还偷人 你还抱我儿子 不是 我冤枉死了我 我没撞您 我 你没撞 我就是抱了您儿子 抱我儿子也不行啊 那是你随便抱的吗 你你都是随便抱的吗 我告诉你 她以前小的时候我能抱 后来是她媳妇能抱 现在是容容能抱 你原来能抱现在不能抱 好好好 您您别太激动了啊 这太激动这个伤口就 就裂开了 你甭说那事儿 你知道什么行为知道吗 偷人 我 头疼了 我没吓着你吧 对不起啊 其实 这以前在我们家是家常便饭 我都习惯了 就是让你受惊吓了 还有啊 那个 她那 那个拥抱吧 这个拥抱它有很多种 有主动的 有被迫的 我就属于那被迫的 你真的得相信我 我不是主动的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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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解释了 我还不相信你呢 没事 我就怕你误会了 那 必须得主动拥抱你一下 咱要了 哎 行了 赶紧去看着她们 别又打起来了 胡华亭露 我跟你没完 别别别 我跟你没完 行行行 您跟我没完 跟我没完 行了 您别太激动啊 我 我 我先走了啊 走 想溜是不是 我先走了